听到张成林这个名字 二旦心中便生起一股愤怒 想想自己当初为了疫情 辛苦帮忙 但这个狗东西 却将罪名强加于他身上 还有一点 为了争夺阮家村的那古墓中的宝贝 这个张成林也是机关算尽 背后使出阴人手段 要不是他提前布局 估计早就不够 就被张成林给抓起来了 这薪酬就恨一起算 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二旦心中不免有点无奈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取 正当警察还在担心二旦 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时 只见二旦却猛地掏出寒铁宝刀 立刻对着这两个杀人犯的头猛敲一下 瞬间这两人便晕了过去 看着二旦抱着王子薇 走上了刚刚停下的救护车上 几个警察愣在那里也是一声叹息 毕竟这次是刀大赛 将封县的名片推了出去 将江北省的封县知名度一炮打响 本来要王子薇跟二旦联合多拍点宣传片 趁热打铁 现在倒好 女主角被人开车撞死 这种事故也会让县里的一二把手格外关注 肯定会强烈要求立马破案 追查到底 风翠翠陪着二旦 看着躺在旁边的王子薇 他想说些安慰的话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犯了难 二旦对这个女人并没有那种感情 只当他妹妹 却依然是有情有义 这让风翠翠发现 自己以前所追求的东西 虽然名合力都有了 但却少了感情 看来 可以有名有利 但同时也可以拥有感情 而这一切 都从二旦身上看到了 突发事故出来后 那些撑下来 唯独二旦的江湖门派却扑了个空 因为此时二旦和风翠翠 护送王子薇的遗体赶往殡仪馆 不过当他们看到新闻中 二旦抱着王子薇的遗体 眼神中露出无比凶狠的杀气时 他们几个江湖门派当时便主动撤走了 在他们看来 二旦这眼神中的杀气 那可是御神杀神 佛党杀佛的决心 他们都知自己几斤几两 只能信信逃离封县 此刻 在仓墓岭 墓云道长猛地睁开眼睛 看向了正在喝茶的墨有财 可把墨有财吓了一跳 师弟 你这一惊一乍的 可把我吓坏了 师兄 你快看 北边煞气消失一大半 按理来说 二旦此刻正是危机时刻 但是你刚刚刷的一条视频 却告诉我们 这个王子薇正是帮二旦除去了一大半的杀气 什么 师弟 你的意思是说 本来可能出车祸的是二旦 只是这个王子薇 替他承受了下来 墓云道长点了点头 叹息一声道 本应是我们师兄弟承受的 却阴差阳错 让这个女孩子承受了 师兄 我们得想办法在仓墓林为这位女施主做法超度一下王林了 墨有财愣住了 点了点头 但随即说道 那接下来二旦会怎么样 墓云道长却咬着牙 皱眉说道 煞气消失一大半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 怕这件事情激起二旦的报复心 这样一来 他心中的戾气就会非常的重 把握不好 很有可能就会出大事了 墨有财偿虚口气 于是便说道 这样 那我们师兄弟去一趟吧 看能不能帮帮二旦 墓云道长却叹气摇头道 晚了 来不及了 就算我们赶去也没有用 不过 希望老鹰送去的七窍玲珑 能够压制一下他心中的戾气 或许还有点用 如二旦师父说的那样 此刻的二旦坐在救护车里 一声不吭 一言不发 非常安静 安静的可怕 风翠翠看到二旦的拳头 捏得发出阵阵响声 他就异常的担心 赶紧将手放在他的手上 二旦才瞬间从刚才那满是仇恨的脑海中 回过神来 看了一眼风翠翠 二旦深深的吸了口气 淡定的说道 没事 我撑得住 崔芳芳几人刚刚回到崔家庄 便得知二旦出了车祸 王紫薇死亡的消息 这让他们也是一脸的担忧 好在二旦并没有事情 风翠翠给他们报了平安 他们几个才如释重负 晚上十二点 王公生和王传福两人带着王紫薇的父母急匆匆感到了风险 看到王紫薇的遗体 父母气不成声 白头发送黑头发 这样的打击 让两个老人瞬间便晕了过去 王传福不但要照顾父母 还要忍受失去姐姐的痛苦 而王公生却一直站在那里 没有出声 眼角早就挂满了泪水 他轻轻地摸着王紫薇的脸蛋 慢慢地浮下去 亲吻了他一下 将身上带来的戒指 戴在了王紫薇的身上 他走到二旦的跟前 哽咽地说道 债主 恕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我想在这里跟紫薇举行一场婚礼 让他飞往天堂的时候 以一个新娘的姿态上天堂 二旦心中很是感动 点头说道 好 这件事情我来协助你 相信紫薇妹子在天之灵 一定会感觉到开心快乐 正在二旦和王更生 去找信过来的王紫薇父母商量事情时 远在上午县的副县长张成林 跑到叶智利家里 使劲地敲着房门 心生恐惧的叶智利听到蓬蓬的声音 他就心烦意躁 感觉到好像有杀手要来杀他一样 不过战战兢兢地开了门 看到张成林灰头土脸冲进来时 他就没好气地骂道 我说张副县长 你这是撞了鞋还是干了啥 怎么这么失态呀 我说叶县长 你得救救我 我们派去的人出事了 那两个混蛋没有把李二旦撞死 倒是把王紫薇撞死了 而且还被警察给抓了 估计现在应该把我们抖出来了 叶智利一听 当时便心头一颤 一把抓着张成林的胸襟骂道 王八蛋 你怎么做个事情都做不好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大老板 这次因为刘公子的事情 怕是要栽了 本来我们在上午线都岌岌可危 你现在又闹这一出 这下子你惹上李二旦了 你知不知道 闯大祸了 张成林也意识到这一点 赶紧求饶道 叶县长 你现在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 我们得自救 想想法子 救我也等于救你呀 此话并不假 叶智利明白 但是现在刘家出事 后台已经崩了 现在要么逃走 要么就是等死 可是这茫茫人海 怎一个逃自了之 本以为可以再跟高进两许以投名状 无奈 现在张成林又戳了李二旦 这个马蜂窝 这让他瞬间就破防了 叶智利狠狠地掐着张成林的脖子 大声吼道 张成林 或是你闯的 如果你想活命 你就想办法去跟李二旦认个错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敢牵连我 信不信你一家子都得死 张成林一听 心中荒作一团 赶紧一把抱住叶智利的大腿 哀求道 叶县长 我现在要是去找李二旦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求你了 看在我一直忠心耿耿 你救救我一命好不好 张成林 你是不是有病 你问你 你闯这么大的祸 我拿什么救你啊 张成林却心中打着算盘 赶紧哀求道 现在大老板不行了 但是高省长可以帮我们呀 李二旦不是他的干儿子吗 只要我们投诚 相信他会留我一条命的 叶智利其实心中也一直不安 早有投诚的想法 在他们这个层面来看 上面的人一旦败下来 那几乎是一锅端 就算不是一锅端 下一届也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不过作为官场上奋斗这么久的人 这层意义他们是懂的 现在就是要赶紧换个靠山 只要能将上午线稳住 相信上面的人也会因此动心 好吧 既然你还想活命 那我们现在连夜赶往省城 不过我要告诉你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不要拖我下水 张成林一听 立刻说道 叶县长 你放心 这个我懂 只要你帮我引荐高省长就行 现在他不搭理我 我得带点东西 表达我的投诚之心 只是叶智利却很讨厌 张成林这种想法 心里头觉得 你张成林只不过是我的一条狗 现在你还想通过我去攀附高尽梁 你真是想得美 不过张成林放松警惕后 喝了一杯茶 便晕倒在叶智利家里 他的男朋友拿着绳子出来 将张成林绑在了洗手间里面 封县的殡仪馆 王子薇的父母没有想到 王庚生会如此痴情 赶干死去的王子薇 澄清 这让他的父母没有一丝反驳的理由 二大和王传福轻轻地拍了拍 王庚生的肩膀 看着这个英俊的新郎 确实是非常的帅气 只是看到 躺在那冰冷的车架上的王子薇 所有人都不由地发出一声叹息 王子薇经过殡仪馆美容师的精心装扮 穿上了婚纱 躺在那架子床上 虽然是冰冷的身体 但却依然是那样的美丽 王庚生一袭黑色西服 白衬衫 白领结 站在王子薇的旁边 一只手轻轻地抓着他 王传福在后面将姐姐推起来 他们完成了拍照 完成了婚礼 当王庚生亲吻着王子薇嘴唇的那一刻 他的父母更是气不成声 连殡仪馆的人和前来惦念的粉丝 都掉下了泪水 二旦独自一个人走出了殡仪馆 只见老鹰带着七翘玲珑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诧异地看着老鹰 赶紧取下七翘玲珑 仔细地看了看这七翘玲珑 二旦瞬间便眼前一亮 风翠翠走到他的身后 轻声地问道 二旦哥 接下来怎么办 二旦将七翘玲珑收起来 看了一眼风翠翠 然后便说道 你不是想让我重战你们风家吗 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风翠翠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眼神中 那股很近 他知道 二旦现在是下定决心了 并不是说笑的 你真的愿意帮我了吗 二旦点了点头 然后便抬头看向远处的月亮 叹息一声道 既然躲不掉 那就让我们来得更加猛烈一点吧 风翠翠皱眉梅说道 你打算怎么施行你的计划 二旦冷笑一声道 要想以后平平安安 就得解决掉一切对我虎视眈眈的人与事 而刘佳就是首当其冲 高佳其次 这次如果我不搞定他们 那我就被他们搞定 如要我没有猜测 刘佳因为刘玉玲这次事情而彻底完蛋了 但是叶智利和张成林这两个混蛋 是害紫薇妹子的真凶 他们的后台垮了 估计会投诚到高静良那里 所以 我必须要先发制人 什么意思 二旦却是冷笑一声 直接拨通了田敏的电话 明姐 念雨给我的那个右盘帮我找出来 这件事情也该派上用场了 田敏在电话那头说道 二旦 右盘我一直替你保管着 你说吧 要怎么做 二旦微微思索后说道 现在等着叶智利去找高静良 你先找人把这些照片都放到一个邮箱里面 听我的命令 到时候我让你通知发出去 你再发出去 安排好田敏后 二旦再次拿出七窍玲珑看了看 其实他早就明白 这个七窍玲珑其实只是一个谎言 而只有他 才能利用这个七窍玲珑打开天山宝藏 这只不过是一个没有能力的钥匙罢了 同样 这也是他想要的结果 因为一旦拿了七窍玲珑钥匙 是不可能以后再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也就等于 他只能够打开宝藏后 消失在大众中 做一个隐蔽的人罢了 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明白 等到孩子出生 也该是他和何晓晴等人 隐居起来的时候 但现在 他知道刘春桥已经败退 刘家不复存在 而高敬良背后的势力 将会更加一家独大 所以围绕着宝藏开展的一系列事情 都会跟他息息相关 高敬良晚上在家里待了一会儿 想到刘家出事了 他的心情很好 不过看到陈青青 便想到有人跟他说陈芳芳不是他的女儿 他就特别的难受 索性开车朝着郊外的别墅而去 今天叶玉娇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 但是他看得出来 这个儿子很懂事 很听话 以后是个人才 看着儿子那眼睛和嘴巴 还有脸型跟自己很相识 更让他坚信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高敬良刚才打电话 回来说要今晚继续过来跟他睡时 他不禁希望高敬良能放过他 当高敬良快要到自己的郊区别墅时 却发现车子前面站着一个人 当时吓了他一跳 差点撞到了 不过仔细一看 发现居然是刘家的刘春桥 现在的副省长 这让他很是诧异 心想 这个刘春桥儿子出了事情 现在刘家也是朝不保夕 难不成 他是过来寻找帮助的 高敬良停下车子 打了一下远光灯 但发现刘春桥并没有离开 依然站在他的车子前面 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来 他很憔悴 明显就是像老了十几岁一样 这半天不见 头发都白了一大半 思考了一下后 高敬良走下车去 来到刘春桥的跟前 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道 刘副省长您怎么在这里 看你这情绪不对 怎么了 有啥事吗 刘春桥就看着高敬良演戏 可是他却无力反驳 因为这一局 高敬良赢了 他现在想反驳 也只能一声不吭 就算高敬良再怎么挖掘他 也只能甘心承受着这一切 谁叫自己的儿子上了 别人迪当呢 嘖嘖 老刘 你说你这到省城来才半年不到 你这日理万机的 怎么就把头发给搞大半白了呢 刘春桥却只能让高敬良围着自己 发出一阵阵别有深意的话来 忍气吞声的他 见到高敬良没再说话了 才抬起头来 正是他的眼睛 高省长 你赢了 我认输 所以我们可以谈谈了对吗 高敬良一脸笑意 但是看到刘春桥提到要谈谈 瞬间就脸色大变 冷笑一声道 好 谈谈是吧 可以呀 那就到我家里去坐着聊吧 高敬良坐上车 刘春桥让到一边 跟着高敬良的车子往前走去 只是想到高敬良 这都还有点距离 也不愿意在自己一城 可见他明白 现在谁都看不起他刘春桥了 因为刘春桥在京城的势力已经没有了 一夜塌方 龙游浅滩也会遭瞎戏 何况这又是在官场呢 如果不是表达诚意 他也不会让司机把自己丢在这里 高敬良停下车 叶玉娇便穿着一袭睡衣迎了出来 他的脸蛋憋得的通红 今天想了一天的他 知道 只有讨好眼前这个男人 才能再次见到儿子 接过他的包包 帮他挂起风衣 还给他倒了杯茶 叶玉娇就像一个保姆一样 这让高敬良很是满意 你先上楼再卧室等我 没叫你就不要出来 马上有客人过来了 你再泡上一杯茶 就上楼去吧 叶玉娇愣了一下 但还是再泡了杯茶 扭着那性感的身躯上了楼上的卧室 休息了几分钟后 只见狼狈不堪的刘春桥走了进来 明显呼吸有点急促 刘副省长 你这怎么气喘吁吁的 你没有开车吗 刘春桥心中想骂人 更看不惯他那关心的嘴脸 演戏真是演得太过分了点 但没有办法 他只好招了招手 摇头说道 我这不是过来有事求你吗 所以就没有开车 哦 那多不好 你看我刚才都没有注意 快来休息一下 喝杯茶 有事我们慢慢商量对吧 刘春桥见怪不怪了 高敬良这种官场上的规则 他又不是不懂 这只不过是给他的一个下马尾罢了 约莫三分钟后 高敬良喝了口茶便说道 刘副省长 这么晚了过来找我 莫非是为了你令狼涉嫌制造恐怖袭击的事情吧 刘春桥环顾四周 闻到了一股女人的味道 但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去理会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当官的 找女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高省长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过来是想给你低头名状的 也是想跟你表个态 求个情 希望你能替我说说好话 就算要处理我 那也得体面的离开吧 高敬良微微皱眉 然后便说道 刘副省长 你这话说的 这上面有上面的规定 他们要怎么办 我也不能干涉呀 可是刘春桥一听这种装腔做事 心中就有怒气 但还算压制住了 直接恳求道 高省长 我知道有些事情你做不了主 但是能不能请你帮我引荐一下何老爷子 我有些话想对他说 高敬良眉头皱得更高 不禁沉默了一会儿 才抬头看向刘春桥说道 我说老刘 你儿子这次怎么犯这种糊涂 你说晚点其他的不行 非得弄个炸弹 你要知道 这上面的主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破坏社会安定的事情 何老爷子还因为你这件事情 也受到了牵连 你让我去做这个罪人 未免不合适吧 可是刘春桥也并非等闲之辈 突然间冷笑一声道 高省长的意思是看到 我现在出了问题 连最起码的引荐一下也不愿意了呗 高敬良看到刘春桥开始有点要针锋相对了 话音也提高了几分笑道 刘副省长 你可要搞清楚了 江南省不是我的江南省 也不是书记何清真的江南省 我们都得听组织上的安排 难道你觉得老爷子帮你求情 你的处理就能改变吗 一听高敬良的意思 刘春桥心中也大致能猜到 就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他可是带着目的性来的 既然来了 也不会这么狼狈的离开 高省长 既然你说一切得按组织上的决定来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 现在我手上有点东西 这对于你来说 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高敬良一愣 只见刘春桥拿出手机 将夜郁娇与高敬良 吃了没有发生关系的一幕的视频 给递了过去 怎么样 高省长 你可是我们省的二把手 你说这种偷拍视频 要是放到网上 你是不是比现在更出名呢 高敬良当时装作 吓得脸色煞白 这让刘春桥很得意 可是却突然间 高敬良却哈哈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什么 刘副省长 你以为你找人来跟踪我 偷拍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吗 别忘了 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是被人吓了药的 省公安厅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而且为了保全我的隐私 私底下秘密进行 早就把你的底细摸清了 刘春桥一听 吓得额头直冒汗 他并不知道 自己却一直被反跟踪 反调查 想想这种局面 他是有点心有余悸 不过刘副省长 你这小算盘打低也没有用 你应该明白 我这个位置并不是谁都能坐得住的 就算我下台了 也轮不到你 刘春桥被打击的瞬间就有点被激怒了 只见他两眼冒着雪光 狠狠地盯着高敬良桥 那我问你 刘玉玲本来装的是假的炸弹 这个炸弹是你的人偷偷换掉的吧 高敬良眉头微微一皱 不禁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道 刘副县长 你作为我们一起共事的同志 居然如此去诽谤你的上级 你不觉得你失去了你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与本性吗 刘春桥却是冷声笑道 行 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 既然我们能够在这里谈 肯定我也是做好了撕破脸皮的准备 大不了 我从这个岗位下去 只是你的阴谋得逞了也没有用 因为我也一样可以让你身败名裂 高敬良一听 眼神中蹦射出一股无名的怒火 不禁提高音量 大声喝道 刘副省长 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 你也是一个老同志了 你得为你说的话负责 刘春桥已经破罐子破衰了 因为刚刚他知道 自己的儿子刘玉玲 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如果他再不想办法 那儿子甚至可能会坐牢 高敬良 我跟你讲 我今天来就是来找你谈交易的 现在我刘家是出了事 也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但是你可以昧着良心不承受 那个炸弹你做了手脚 但是我选择任命 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 让我风光地离开 并且保证我的一切财产不受损失 同时 我得让我的儿子平安回来 高敬良冷笑一声道 刘副省长 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 这是上面公安部直接督办的 我高敬良哪有这种本事 是吗 那你看看这份鉴定报告 你就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了 只见刘春桥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递到他手上 嘴角露出一股诡异的笑容 有点忐忑不安的高敬良接过报告后 眯着眼睛看了看 见到报告上面显示 自己跟女儿并不是生物上的亲子关系时 当时他的心如同被针刺了一样 但是很快 他回过神来 不禁冷笑道 刘副省长 你拿着一份假的鉴定报告过来找我 你这是想威胁我吗 刘春桥却是冷笑一声 然后将一则何正元 跟医生谈话的录音打开 让他听 见到高敬良瞬间脸色铁青 刘春桥却是春风得意一般的 继续添油加醋 何正元为了不想让你影响计划 退意造了一份假的报告骗你 事实上 陈芳芳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骨肉 所以你高敬良 英明一世 糊涂一时 没有想到后院起火 头顶的绿帽子戴得稳巴 高敬良心中的怒火早就升起来了 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了眼前这个刘春桥 但没有办法 只能大喝一声道 给我闭嘴 我自己的事情难道不知道吗 高敬良 你别跟我大呼小叫 从职务上来说 我只比你第一个等级 再说 大家都是老同志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教训我 今天我就跟你摊牌了 至于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交易 你想清楚再说 毕竟我手上的料 足可以让你身败名裂 说完话 刘春桥故意还看了看楼上 不禁嘴角诡异的笑了笑 转身就准备离开 此刻的高敬良 腹部受敌 心知如果放他走 后果不堪设想 你等一下 刘春桥很开心 于是便坐回沙发上 过了好久 两人才正式谈事情 只是出乎刘春桥意料之外 这个高敬良居然直接答应了他的条件 不过刘富省长 你要想清楚了 这笔交易 一旦成交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刘春桥也不傻 于是点头说道 我知道 如果我要是违背交易 那我也是一个涉嫌敲诈的罪名 所以这点我懂 只要能让我全身而退 我说到做到 高敬良点了点头 虽然心中不舍 但还是没有办法 看着刘春桥独自一个离开 他心中不免再想着 如果将来有一天 自己出事了 也会不会像这个刘春桥一样狼狈无助 只是想到 陈芳芳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后 高敬良像是疯了一样 那一刻 他却眼神里充满着一股报复的欲望 一股杀气瞬间就袭上了他的心头 只是可怜了叶玉娇 看到高敬良冲进了卧室 一把将他的衣服撕破后 他打死也不相信 这个高敬良今天晚上将会残忍的折磨他 封献殡仪馆 王传福看到王公生一直守护着姐姐 死活不想离开他 大家劝他也没有用 于是跑过来找二旦 二旦哥 求你劝劝耕生哥吧 我知道姐姐的去世 对于他的打击很大 但是这样也不行 我只怕耕生哥会做出傻事 二旦一听 心中感觉到不安 立刻便跟着王传福走了 只是无奈 二旦怎么劝说也没有用 王公生就像傻了一样 紧紧地抓着王子薇的手 根本就不放开 大家用力拉开他 他也不松手 看到这种情况 二旦只好做出决定 今天晚上大家轮流看着王公生 让他陪王子薇走最后一程 只是当二旦和风翠翠两人 坐在殡仪馆前面100米的一个 小亭子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 朱虹却出现在他们跟前 小虹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跟着回去崔家庄了吗 朱虹心事冲冲地看着二旦 不禁低声说道 二旦哥 有件事情 我想找你聊聊 二旦知道朱虹可能是有难言之隐 于是便跟着他走到旁边 二旦哥 自从在何家村认识你那一刻开始 我确实迷恋上了你 后来跟着我老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也打乱了我的一切计划 我一心想好好过日子 不想再这样到处奔波了 只是你现在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二旦 只是盯着这个女人那尴尬的样子看了看 知道他有心事 于是便问道 说吧 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一切都会很快结束 朱虹长叹了口气 鼓起勇气说道 只是后来 我跟着你去了一趟王家寨后 我发现 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个男人吸引着我 那就是王家寨的王庚生 今天晚上听到说他跟离世的紫薇姐成婚 让我更加决定 这一辈子 我想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 我想跟你说 我准备以后陪着王庚生 如果他不嫌弃我 我愿意嫁给他 一直照顾他 二旦一听 当时便脸色大变 心中也很是感动说道 小红 没有想到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二旦哥是真的佩服你 但是你要想清楚 现在王庚生 心里只有王子薇 你守在他身边 可能暂时半会得不到你想要的 你愿意吗 王子薇脸蛋变得飞红 咬着牙说道 我知道 但是我愿意为这样的男人付出 因为他能对王子薇姐姐好 那以后 一样可以对我好 二旦咬着牙想了想 于是便瞬间眼前一亮说道 好 小红 你能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认同的 再说了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 现在知道你要跟王庚生在一起 我自然会祝福你 也许这样 能让他尽快走出 失去紫薇妹子的阴影 只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放心吧 只要你不怪罪我 答应成全我们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也一定不会让王庚生 输掉这下半辈子 二旦很感动 深情地将朱红拥入怀中 只是这一刻 他并不知道 朱红的心有多痛 他的眼泪早就湿润得他的脸颊 风脆脆 看到二旦搂着朱红 深情一拥实 他心中却是很开心 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 二旦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少 对他就是有好处 只是没有想到 朱红这个小丫头 虽然只见过两次面 也没有深入交心 可是能愿意去陪伴 一个对自己还没有感情的男人 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就凭这一点 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朱红转身就抹着眼泪 不再看二旦 立刻就跑着去找王庚生了 王庚生看到朱红走了进来 他们可是只见过两次面低人 显得有点尴尬 小红姑娘 你怎么来了 朱红先是表达自己的惦念之情 向王庚生问好 同时给王子薇深深鞠躬了 然后便低声道 我想过来和你一样 陪陪子薇姐姐最后一程 小红姑娘 你跟子薇非亲非故的 你这样不合适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你还是回去吧 不 我刚刚跟二旦哥说过了 他是你们的债主 他同意我来陪你 而且 我做出一个决定 知道你对子薇姐姐用情之深 我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 我会代替子薇姐姐 照顾你后半辈子 王庚生一听 当时心中一愣 但随即便伤心地说道 小红姑娘 你就别再安慰我了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深爱着子薇 虽然她跟我并没有夫妻之时 但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就让我再陪伴她最后一程吧 可是小红却突然间朝着王子薇的遗体跪了下来 小红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朱红并不搭理王庚生 而是一把江王庚生直接拽过来 生生地让她跟她一起跪在了王子薇跟前 子薇姐姐 说实话 你的离开 让我很伤心 也很同情庚生哥 但是很庆幸 你有一个这么爱你的男人 我知道你现在在天堂肯定看着他 不希望他因为你的离开而悲伤 所以我愿意从此以后 代替你的位置 好好照顾他 陪伴他下半辈子 替他生孩子 替他操持家庭 现在我手上有一片刚刚摘下来的树叶 明天早上起来 要是这片树叶变黄 那就表明你成全我们 要是不变黄 我也愿意继续等待 直到你的认同为止 看到朱红那认真的样子 王公生当时真的很震惊 他推开朱红的手 警告道 小红姑娘 你疯了吗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你怎么能拿你的下半生当儿戏呢 可是朱红却很真诚地看着王公生 情真意切地说道 公生哥 我说的是真实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但是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也跟你们债主说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女人 会照顾你下半生 显然王公生除了震惊外 还是有点胆怯 更何况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朱红的 刚好二旦走了进来 叹了口气 将王公生拉到一旁 劝说道 公生兄弟 你就卖哥我一个面子 先不要急着拒绝小红的意思 等你办完紫薇妹子的丧事后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吧 王公生才考一番后 才微微点头 只是看到旁边躺着的王紫薇 他还是咬着牙说道 债主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希望你能替紫薇讨个说法 他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去 二旦点头说道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让那些人得到该有的报应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张成林被叶智利的男朋友捆绑在他的家里 而叶智利此刻早就等在省城高靖良的小区楼下面 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上去见见高靖良 只是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高靖良 如一头凶猛的兽一样 正在折磨着叶玉胶 看到高靖良疯狂过后 眼睛冒着血红 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 他都快要窒息时 他才猛然反应过来 赶紧拍打着高靖良 反应过来的高靖良 才赶紧放开叶玉胶 看到躺在床上 已经脸色煞白 喘着粗气 躺在那里 像快要断气的叶玉胶时 他才赶紧下了床 披上玉袍 走向了楼下 好大一会儿 叶玉胶才穿好衣服 心有余悸 有点害怕地走下楼 站在楼梯上低声问道 高省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刚才吓死我了 看了一眼叶玉胶 高靖良却是冷笑一声道 自从叶智利当初把偷偷让你陪着我 虽然你一直是被迷药迷晕的 但好在我们也算是半个夫妻 我警告你一句 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否则 你知道后果 叶玉胶赶紧下的准备返回卧室 但是高靖良却招手让他下去 坐到他身边后 高靖良才缓过神色 低声道 如果你能够不背叛我 只听我的话 我会保证你儿子能尽快回到你的身边 现在你想好了没有 高靖良也是没有办法了 现在得知自己的女儿不是亲骨肉 那表明 陈青青也背叛了他 这顶绿帽子现在是足足戴了几十年 现在连那个男人是谁都不清楚 对于他来讲 这是十足的耻辱 叶玉胶一听 立刻就跪下来 哀求道 高省长 我听你的话 只要你让我跟儿子以后待在一起 哪怕让我一直这样伺候你都可以 看到叶玉胶纳斯而心切的样子 高靖良此刻才发现 身边的人都不可信 只有这种女人 一直有把柄抓在手里 才能安心一点 陈芳芳被十二之眉的老大苏秦 一直守护着 他们跟陈芳芳聊得很开心 但是经不住陈芳芳的打听 苏秦如实跟陈芳芳说起了 关于目前外面的一切传言 怎么可能 我妈不是那样的人 她就是我亲爸 这肯定是个误会 躺在床上的苏秦 见陈芳芳此刻坐起来 情绪很大 顿时就很后悔地说道 我的姑奶奶 求你了 要是让主人知道了 会骂死我的 再说了 这只是传言 你就听你二蛋哥的一句话 暂时不要有什么情绪 但如果是真的 这件事情也一样 需要弄清楚呢 陈芳芳得知这件大事后 哪能睡得着 不禁一把抓着苏秦的胳膊 哀求道 秦姐姐 我不是因为情绪受控 只是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 如果一旦是真的 有点担心我妈 我爸那脾气 我是很清楚的 她会打死我妈的 苏秦一听 顿时舅舅慌了神 本来就不该告诉陈芳芳 这件事情的 于是抓着陈芳芳的手 咬着牙说道 芳芳 你听姐说 主人说了 她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你放心 你妈不会出事的 但是陈芳芳却摇头说道 她疯狂起来 连我都囚禁 你们太低估了一个 一身二把手的野心 那你也得先冷静下来 我跟主人汇报一下 看看主人怎么说 陈芳芳被二蛋救过两次 她现在对二蛋的话 也是言听计从 所以也想听听二蛋的意见 二蛋跟风翠翠一起回酒店的时候 接到苏秦的电话 当时也很无语 没有想到 苏秦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陈芳芳 于是便让苏秦将电话给陈芳芳 以此来安慰她 希望她不要想太多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考虑一番后 二蛋才跟电话那头的陈芳芳说道 芳芳 你要听哥的话 不要想太多 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听到的那样 你要相信你妈 哥答应你 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 好吗 哥 那个亲子鉴定是不是真的呀 你个傻丫头 你当然是你爸妈生的呀 这件事情有点复杂 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为了不能让别人的阴谋得逞 你要听哥的话 好好的跟苏秦待在一起 听到没 有了二蛋说的话 陈芳芳才总算相信了 挂掉电话后 二蛋不禁叹息一声 风翠翠给二蛋倒了杯茶 然后便小声地说道 紫薇妹子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 二蛋眉头一挑 直接怒喝道 杀人偿命 这是天经地义的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必须要得到惩罚 可是风翠翠却皱着眉头问道 要是人家一手遮天 你没法跟人家斗下去呢 二蛋却是咧嘴一笑 不禁盯着他说道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有些事情并不是不能办 那也要看是谁去办 我们等着瞧吧 风翠翠没有再说话 而是叮嘱道 那你先休息 我先回去了 慢着 我说过 必须全程跟着我 睡也要跟我睡在一起 难道你不记得答应我的条件了吗 风翠翠脸上一阵红润 心中不免有点紧张起来 低声道 难道还得给你洗澡 陪你睡觉吗 二蛋却是双手环抱于胸前 冷笑一声道 当然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你们风家能不能起来 那也需要我的配合 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吧 风翠翠知道 看来今天晚上这个李二蛋 怕是真的要动他了 想到自己保持这么多年的真洁 作为一个奇女子 她心中就越发的害怕 现在就去给我放水 我准备洗澡了 这两天有点累 也不早了 该休息了 风翠翠忐忑不安的就按照二蛋的安排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二蛋嘴上说着狠话 却做着醉悚的事情 不但不让风翠翠伺候洗澡 并且还给他准备好了新的睡衣 甚至还把卧室的床给了他 而二蛋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躺在床上 睡着那软绵绵的床 风翠翠从之前的紧张不安 到现在幸福满满 心中越来越觉得 这个嘴巴上一直对自己苛刻无比的男人 实际上却是一个值得托付与信任的人 而在江南省省城 叶智利一直在高静良家的小区楼下 依靠在墙角一直不敢上去敲门 太晚了 不敢打扰高静良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 高静良回到小区 一眼看到了叶智利 这让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踢了他一脚 见到慌张的醒过来了 不禁问道 我说叶县长 你怎么睡在这里 看到高静良来了 叶智利立刻就说道 高省长 我是专门过来求你原谅的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高静良根本不想理会他 这个人本身以前跟着自己 奉献了叶玉娇 让他慢慢爬了上来 但是自从他去了省城 这人就倒向了刘春桥 并且还替刘春桥利用叶玉娇来陷害自己 对于这种叛徒 他是无法再接受的 这种人连狗都不如 见到高静良愤怒的哼了一声 叶智利当时也慌了神 立刻哀求道 高省长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帮帮我 不管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只求你再拉我一把 高静良皱了皱眉头 看了一眼外面此刻下着秋雨 不禁冷笑一声道 可以 如果你要是能够在这外面站一天 有足够的诚意 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个辩解的机会 看到高静良转身就上了楼 叶智利狠狠的咬了咬牙 虽然有些绝望 但想想 只要有机会 就一定要争取 现在除了高静良还有可能救他 其他人是指望不上了 下定决心的叶智利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将风衣套在身上 将拉链拉好 于是便站在大雨之中 高静良回到家里后 看到陈清清已经在给他做早餐了 想到昨天晚上刘春桥跟他说的话 此刻他真的想掐死这个女人 但是昨天晚上折磨叶玉交过后 他跟高静良说了 陈清清肯定不是这种人 在世事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一定要让他冷静一点 千万不要做出伤害亲人的举动 高静良没有跟陈清清说一句话 这让他很是疑惑不解 匆匆吃了点东西 便换上衣服拎着包 走了 走到楼下 看到叶智利居然真的站在雨中 并没有多想 只是白了他一眼后 走出小区 坐车去了何老爷子那里 他要将与刘春桥的话跟何老爷子汇报 并且也问问何老爷子 为何要瞒着那亲子鉴定报告 一进门 看到高静良那来着不善的样子 何老爷子笑着说道 小高 来 先别着急汇报 陪我吃点早餐 今天特意亲手做的包子 在这种大人物面前 高静良只好咬着牙 将心事闷在心里 陪着他吃完早餐 擦完嘴 喝了一口茶的老爷子便笑着说道 看样子 你是为了关于那亲子鉴定报告的事情来的吧 面对着老爷子看出心中所想 高静良也没有多想 直接和盘托出 委屈地问道 老爷子 我深知自己最近犯了点错误 但是这件事情 我只想知道是真是假 和老爷子微微一笑道 你的老婆孩子 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再说了 你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清楚 自打 我认识轻轻开始 我就觉得他不会是背叛过你的人 那鉴定报告是真的 那就说明你老婆背叛你了吗 会不会是在医院的时候 抱错孩子了呢 听到老爷子这样一说 高静良当时就猛逼了 确实是自己没有多想 不由地弱弱问道 老爷子 你的意思是说 有可能在医院抱错了 老爷子突然肩板着脸说道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 在官场深耕 这么多年 一直做得很理智 为何到自己头上的事情 就这么冲动呢 再说了 就算报错了 芳芳也是你一手养大的孩子 难道你对她没有感情吗 高静良被老爷子一番话 说得无地自容 不禁有点愧疚不已 想想老婆 陈青青这些年来的表现 操持家务 照顾老人 所有的生活方面 都是她亲手操劳 这样一个贤惠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是背叛自己的人呢 愧疚之敢涌上心头 这让她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赶紧低声说道 老爷子 姜还是老的辣 没有你这翻开倒 可能我就被误会带偏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做冲动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会慢慢处理 眼前我会尽快把天山宝藏 这件事情落实到位 老爷子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现在据我所知 李二旦跟风家联手了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全国的布局 不过前提有一个 李二旦的生死 在开启宝藏前不能有任何损失 你找的另外一个人 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是不可能开启那个宝藏的 而李二旦是关键 如果我没有猜错 刘春桥应该找过你 叶智利应该也过来投诚了吧 高静良心中一惊 发现什么都瞒不过老爷子 将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都说给了老爷子一听 老爷子微微皱眉 起身坐到后花园 一边打理着花花草草 考虑一会儿才板着脸说道 小高呀 你是我培养起来的 你看刘春桥多聪明 明知道在江南省混不下去了 就拿你的把柄来作为交易的筹码 你说我们不答应吧 那接下来就不好弄 要是答应了吧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甚至还会有第二个李春桥 行行行呢 高静良一听 顿时吓得立刻站的笔直 慌张地说道 老爷子 我错了 您惩罚我吧 不过老爷子却瞬间笑了起来 白手说道 行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男人吗 玩玩是可以理解的 但得注意安全 不要什么女人都想搞上床 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再说了 你老婆难道不好吗 是 老爷子教训的对 我很愧疚 让你失望了 还望老爷子对接下来的工作 给我几点意见 老爷子再次转回到茶室 给他倒了杯茶 笑着说道 据我所知 刘玉玲被抓 刘春桥会极力挽救他的儿子 但付出的代价便是刘春桥的政治前途 以及京城刘家的未来 只是这样会便宜了封家 不过 这也有得有失 刘春桥倒了 那刘春桥的那些人 很快就会被我们的人取代 这些失去的地方也能回到我们手上 这也是好事 只是你要记住两点 高尽良紧盯着老爷子 生怕漏听一个字 第一 李二旦是关键人物 得他者得将来 宝藏开启后 如果他乱来 尽一切手段悔之 也不要侥幸他跟你之间的感情 第二 如果你出事情了 到你这里为止 不会牵涉到任何人 包括我 这样 至少能保证 你家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明白了吗 高尽良深知官场就是这样的无情 不禁弱弱地点了点头 咬牙说道 老爷子 我明白了 从老爷子家里回来后 已经快到中午了 看到叶智利果然还站在雨中 有点摇摇晃晃的样子 不禁点了点头 想到老爷子的交代 于是便说道 站到这边来躲下雨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说完就滚蛋 叶智利都快要撑不下去了 听到高尽良 愿意听他说话 顿时就忘了刚才淋着雨的身体 直接振作起来 把他投诚的事说了出来 听完叶智利说的话 高尽良眯着眼睛 考虑一番后说道 实时误者为俊杰 看来叶县长果然也是个人误 这样吧 你到楼上去 我让你嫂子给你整件衣服换上 详细地再谈谈 叶智利心中大喜 跟着上了楼 换好衣服 喝了杯热茶 两人便在书房谈了起来 我的要求只有两个 一个是你赶紧回去 带上张承林去找李二旦认个错 向家属表达歉意 并且顺利归安 这样最大化 可以减少李二旦的报复之心 第二个 继续回去做你的现场 只要你这次表现突出 我还是可以保你接下来做这个一把手 就看你能不能真心为我所用了 叶智利一听 当时就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恨不得直接跪下来了 行了 不要来这套虚的 再说了 你也付出了不少 当初也将叶玉交多次给我睡了 这一点 你还是挺有头脑的 只是行为有些不正 所以 站好队 才是你最重要的选择 虽然听到送老婆给他睡 这种心中的耻辱 已经深深地盯进他的心中 但为了活命 为了以后的利益 他必须要这样做 好了 既然你答应了 那就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 送走叶智利后 高敬良便有点疲倦 陈青青过来 从后面抱着他 给他揉着肩 本想推开他 但想到老爷子的话 于是便立刻小声地问道 老婆 你发现没 方方跟我们两个人都有点不像 你说是不是当初生孩子的时候 会不会抱错了孩子呀 听到高敬良这样一说 陈青青不淡定了 在想到女儿给他发消息 让他多提高注意 不要惹高敬良生气时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敬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高敬良看到老婆那一脸的疑惑不解 想想还是直接说出来 这让陈青青当时就慌了话 脸色下得煞白 老公 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骗你 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 看到陈青青那真诚的样子 高敬良慧心一笑 拉着他的手说道 其实当初我知道的时候 我很害他 很愤怒 以为你给我戴了绿帽子 甚至我连碰都不想碰你了 恨不得杀了你 望着妻子脸上那害怕样子 他才继续缓和与气道 今天去找老爷子谈心 听了老爷子的一番言论 我才豁然开朗 可能是我错怪你了 所以会不会是医院报错了 老公 你吓死我了 可是这种几率应该不大呀 难道是方方生下来后 因为黄胆偏高 被单独送去治疗的时候 被人家挤报错了吗 高敬良一听 觉得也有可能 于是便说道 也有可能 毕竟那会我们也只看了一眼 所以有可能弄错 这样你看行不行 你亲自去当时的医院走一趟 叉叉是不是真的弄错了 要是弄错了 那我们也还是要找到 我们的亲生骨肉才行 陈青青一听 点了点头 皱着眉头担心地问道 要是真的报错了 那方方怎么办 高敬良却是笑着说道 就算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都养了这么多年 依然还是我的闺女啊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同样的 你会想要继续的